这一泡茶是从第一泡到第五泡的阴阳合一之后的现象 所以它的法性是结束 它就不呈现了 这是它的体性 这是它的体性 那如果我们说 来一个让它的用的法性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来观察看看 这个先逆转就是阳性 我们刚刚说阳性是转36圈的 那现在它就转为阴性了 现在是中间直线跑的就是中性 中性的这个部分 在转换的过程之中 那现在它要开始要转你就知道了 现在就是转换的对象 在这里面应该是转遍 最关键的一终的收入 您一直在转换最远 这是要转换最多的 我们开始期待 是要逆轉72次 又转回来,还是转这样子 然后就是中性,它的空性的时候 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它会一直停留在这个空性,还是它又循环,顺转逆转,顺转逆转,到空性 它是一个用的角度,这个是一个体的角度 中性是一个体的角度 所以这个,它中性就是这样,它不动了 那我们说它有它的法性视线,它就视线出来 那如果不视线就不视线 那所以我们再说阴阳来讲,阴阳合一就是无极 那无极也在入混沌,混沌在地上入溪空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角度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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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